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里凱,歡迎來到我的第二頻道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神樂千賀 那麼這張卡片呢,大家可以在 全新的修羅場關卡中找到他 那如果你有想要玩拳皇的合作角色隊伍的話 基本上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隊員 那他放在拳皇合作隊伍中,他可以減CD2 所以大家可以把他當作CD6 CD6的轉星珠角色卡 可以說是很實用 而且星珠還兼具所有服飾效果 那他其實可以把水跟光轉成星珠 就可以讓我們的版面變得非常的好轉 那我們拳皇的就要轉直排 那就會非常的搭配得上 而且星珠除了讓你補血呢 還兼具攻擊服飾效果 所以基本上這張卡片可以說是 進攻防守的最好成員 只是他有一點點尷尬就是 他是轉星跟光這兩種屬性珠 如果遇到山鼠盾或是光暗盾 這個就比較尷尬 他不是轉光暗變成星 他也不是轉水或木變成星 他是各取一顆 所以在面對這樣子的盾牌的話 變得就比較沒辦法開張角色了 那其實他還有另外一個可以放進的隊伍 也就是我們的納棋隊 因為他沒有跟我們的納棋的星浮石兼具木浮石效果這個衝突到 因為一個是主動技能一個是隊長技能 所以基本上 開了 神樂千赫在納棋隊裡面 就變得 星珠就變得200%的效果了 所以 他絕對是可以放進我們納棋隊當作很好的隊員的喔 好的那麼 接著呢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他 特有的 隊伍技能 如果你的隊伍中有我們的草野跟我們的八神鞍的話 那會有1.3倍的攻擊力加成 那如果說你全隊都是拳皇的 呃隊員的話就會有 1.5倍的 攻擊力 所以 在這邊 你知道放進這三張 就是攻擊力加成再加成 所以大家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那個攻擊力加成過後的效果 所以 神樂千赫其實最適合放進的就是我們的拳皇合作角色隊伍中囉 好那他的隊長技能呢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一點 那目前我想到的最適合跟他搭配的副隊長就是天造 他跟我們天造算是最搭的 因為是消失無科以上的星浮石 對那基本上實戰之後是怎麼樣呢 之後應該是會拍個影片跟大家做介紹的 所以 大家可以期待之後的實戰影片 好的那接下來 呃最後最後就是 再給大家聽一下他的聲音好了 那他的血量算是蠻高的 那我就建議大家一定要刷滿一張 那至於要不要刷第二張呢 我就覺得不用 因為 你即使刷兩張的話 放在拳皇隊伍裡面也不會再減CD2 他只有一張 最左邊的神樂千赫會減CD2 所以 另一張就可以了 好以上就是我對這張卡片的所有分析 如果他 對我的分析 有什麼覺得錯誤的地方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者是 提出一些我沒有提出的觀點 對就是麻煩大家可以留下一些評論 好了那麼 我們今天影片在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是你們喜歡這系列的影片的話 不用了幫我按個喜歡 並且分享一個朋友 如果是想看到更多這個系列的話 不用了按下訂閱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那麼下次有新影片的話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那麼我是奧利凱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了 大家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